对越自卫反击战 后来经过总结 中国军队颁布了一些戒令 这些戒令已颁布 就收获了非常好的效果 大大降低了解放军的伤亡率 因为这些戒令救了很多人 战争爆发前几天 由于佩戴红领章 红帽归这些太过于鲜艳 往往让越军很容易击中 后来军队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 红帽归动鲜艳的标志 这个效果非常好 部队伤亡人数大大减少 在战争期间 中国军队经常会遇到越军偷袭或者业袭 为了对付越军的偷袭 于是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越军偷袭的时候 过方的战士都趴着不要动 如果站着动就是敌人 随便扫射 这一招很灵 有时候越军被全部消灭 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越自卫反击战中 解决方法最重要的一条戒令 就是改变以往以人海战术 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的模式 凡是阵地上还有活着的越军的话 先用炮打 然后再判出少量步兵探明情况 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这条戒令实施后 有时候攻占一个山头 仅仅牺牲一两人 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以上这些戒令之外 中国军队还规定部队 不能吸烟喝酒喝茶 在战争中必须做得万无一失 不要麻痹大意等等注意事项 还有在战争中坚持创新 对付越南这个中国学生 因为越南的战术 很多都是学中国的 如果不创新 那么很难打扮自己的影子 而中国军队做到了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